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析一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一个总体的规划 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希望所有的关心中国大陆命运的朋友 关心香港和台湾前途的朋友 大家都要听一下 然后再来探讨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对 这个信息本来是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得到了 但是那个时候时机还不成熟还不能够跟大家公开的探讨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展开 那时候说出来大家会觉得难以置信 那现在时机到了 在9月28号29号连续两天香港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也和警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10月1号才是重头戏 10月1号会有更多的游行示威的人群 会有更激烈的与警方的冲突 现在香港的局势基本上已经明了了 就是靠香港政府的力量 靠香港警队的力量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平息这场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还会持续下去 那习近平政权在香港呢 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现在面临困难的局面 就是他们不能够派解放军派武警部队到香港 去平息他们口中所说的暴乱 因为一旦派军进入香港 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地位就被公开的否决了香港的自由港的 这个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不保了 而这对中共现在的这个经济命脉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他们不敢走这一步 但是呢 不见得未来他们就不敢 等一会我们再讲 他们现在还在等 还在等待一个时机 那现在台湾的局面呢 对他也非常的不利 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 台湾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地方 是非常有希望啊 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来控制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 经过了这大半年的事情的变化 形势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 他们的代理人 在台湾的那些政客中的代理人 现在已经没有希望执掌台湾的政权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在努力 还在尽最后的一把力气 要想把那个人扶植上台 现在呢 他们只能够继续努力 同时呢 也继续等待 对他们更不利的是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 现在习近平呢 既不能够投降 也不能够公开的跟美国决裂 投降呢 就是说答应川普 所提出来的贸易谈判的那些所有的条款 一旦投降了 那么第一个 他是在党内的地位就不保了 他就变成了真正的投降派 党内各个派系 就可以公开的群起而公之 把他拉下马 政权不保 所以不能投降 同时呢 他投降了 即使是党内派系不把他拉下马 他的经济啊 现在也马上很快就会崩溃 不仅仅是经济崩溃 而且他会丧失 对于中国社会的 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权 丧失了之后 他就丧失了 对于中国社会 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控制权 所以这是他不敢走的 但是他又不能够公开的 和美国决裂 和美国决裂 那美国马上就跟他脱钩 斩断和中共之间的贸易联系 那么他的经济也会瞬间的就会崩溃 经济崩溃了之后民变很快就会发生 所以这也是他不愿意做的 但是呢 他现在在这三方面都在等待 不等于啊 不等于他就是无所作为 他绝对不是消极的等待 而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积极的创造一个条件 创造一个实施他未来的总体规划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在几个月之前呢 和中共的一位啊 这个高层的特使和他们 也是他们的一个高级的智囊 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曾经呢 长时间的严肃的交换过在这方面的意见 他也是完全同意 说习近平团队现在啊 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这个总体的规划呢 可以用六个字 六个字啊 来概括 安内 攘外 军管 攘外必先安内 现在呢 香港台湾以及美国 这都是属于他政权的 这个外围的事物 他政权的根基啊 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说他必须得先把 他政权对于中国大陆的控制 先暂时的稳固下来 然后呢才能够来处理这些外围的事物 才能用雷霆手段处理这些外围事物 攘外必先安内 不仅仅是蒋介石说的 所有的执政者 他们实际上都是必须得遵循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原则 那怎么样安内呢 首先他就要完全的掌控情报系统 情报系统是一个统治者的 是他的耳目 如果你的眼睛失明了 耳朵失聪了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统治了 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很快他就对情报系统展开了清洗 对过去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后 郭伯雄这些人 他们后面的大老板江泽民 曾庆红这个派系的人 他们所掌控的情报系统啊 就在进行清洗 就在进行全面的接管 所以过去的这几年 情报系统的很多人都落马了 包括他们的头子都已经落马了 那前两天呢 又爆出来一个杨恒均 有可能被判死刑 杨恒均是在海外情报系统当中的 一个小角色 小角色呢 他也可以反映出大问题 杨恒均呢 就是在情报系统内部清洗当中的 这样一个牺牲品 掌握了情报系统 你才能够掌握党政军系统 尤其是才能掌握军事系统 现在情报系统的清洗还没有彻底的完成 还在继续进行 那第二个呢 他要掌握军队 军队啊是他们的一个最后的武力 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谁掌握了军队 谁就掌握了党政军 谁掌握了党政军 谁就掌握了控制全社会的能力 所以掌握军队是非常的关键 对军队的清洗早就开始了 现在还在持续 昨天的中共内部发出来的消息说即使是在十一国庆期间也不能够停止反腐的步伐 所谓反腐就是清洗他内部人员的一个幌子 就是肃反的另外的一种形式 是有中国特色的肃反 那昨天刚刚爆出来 东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兼总参谋长杨辉 现在又被拿下了 而且这个人呢过去还有情报系统出身的这种经历 所以说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被拿下了 他被拿下了之后 还有一大批他的手下的人 还有他的一些跟他关系比较亲密的这些人会继续被拿下 可能就在这个十一国庆期间或者是国庆之后 在世中全会之前就会被拿下 那控制了军队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控制党政系统 尤其是控制党务系统 过去的反腐主要的针对的 就是党务系统 落马最多的人也是在党务系统里面 那第四个要控制的是中共的基层政权 这个控制已经从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展开了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二十年中共基层政权是全面的黑社会化 所以说去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展开了一个行动 叫做扫黑除恶 针对的矛头主要就是中共的基层干部的系统 而基层干部系统他们和当地的黑社会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用扫黑除恶这个名目来打击他们来威慑他们 并不是说要把中国基层干部全部的清洗一遍 然后换上自己的人 他们现在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力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可以打击一部分然后收服另外的一部分 基层干部很多都是墙头巢 你受到打击了之后又给他们另外的一些人 没有受到打击的给他们一些甜头 他们很快的就被习近平的执政团队给收复了 这样就能够控制整个从最上层的一直到春意级的这些党务系统 然后通过这个党务系统来控制民众 控制民众有几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私营企业组 那这些企业现在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习近平在逐步的在抓紧对他们的控制 现在公私合营2.0版已经开始了 首先他要控制的那些是民意上是私营企业 实际上已经是和权贵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超级大企业 像阿里巴巴、像腾讯、像联想这样的一些企业 先把他们收服了 收服他们不仅仅是在控制民营企业 而且也是在控制权贵资本 把他们纳入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另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小的那些私营企业 那些真正的私营企业 下一步也会紧接着会对他们动手 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 不把他们控制住 他们和地方上的官僚大家结合起来 甚至是和地方上的民众结合起来 这对习近平来讲 这是不能够容忍的 对任何独裁者要想实行一个极权政治的独裁者 这是不能够容忍的 那控制了私营企业组之后还要控制宗教 在过去这几年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对于宗教势力的这种打压这种迫害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用意何在 比如说在浙江还有其他的一些省份 习近平的亲信就在搞拆除教堂 拆除十字架的行动 这就是在公开的打击基督教的 那个民间基督教打击基督教地下教会的这个势力 打击法轮功早就已经开始了 打击伊斯兰教的势力早就已经开始了 在新疆是重点 现在已经扩展到甘肃和宁夏 尤其是宁夏 因为那个地方回族人占的比例非常大 伊斯兰教的势力非常的强盛 所以现在下一个打击回教的重点 就是在宁夏回属自治区 甚至是普通的那些民间的宗教 那些佛教道教只要还没有完全被中共掌控的 都在打击之列 所以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些佛教道教的民生 都在被拆除 很多观音像如来佛的像都在被拆除 很多的庙宇都已经派进了中共控制的那些和尚尼姑 都让他们升国旗唱国歌向党宣誓 这是控制宗教的一个部分 最后他要控制普通的民众 用什么控制呢? 过去已经建立起几套系统 第一个是大数据系统 第二个是天网系统 第三个是社会信用系统 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更加邪恶 更加耸人听闻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收集全国人的DNA 要建立每一个人的生物信息监控系统 你的血型 你的DNA 你的所有的亲戚关系 他都跟你捋得清清楚楚 今后每一个人都会在他们整个监控系统之中 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监控 这是习近平执政团队总体规划的第一步 就是安内 安内的目标并不是说完全的控制住情报系统 控制住军队 控制住各个党内的派系 控制住民间企业 控制住各个阶层 各个民众 那这个目标完全控制这个目标在第一阶段 他是达不成的 所谓安内 实际上就是让这些情报系统 军队 党务系统 以及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那些民众 让他们没有能力向习近平集团发起攻势 只要他们不能够发起政治上的军事上的 经济上的这种攻势 或者是社会运动方面的攻势 那么习近平团队呢 他们就安全了 他们就有可能 他们就有能力实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让外 让外呢 就要从美国开始 现在贸易战不是打的不可开交吗 这么打下去 美国迟早会对中共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最后导致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脱钩 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中共主动的结束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然后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公式 告诉十四亿人民说美帝国主义 要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 然后呢 他们还要对我们的进行外交上政治上 以至于军事上的围堵和进攻 所以我们呢 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反美的新的浪潮 这个浪潮一掀起来 那么就把中共就把经济下滑 经济危机 甚至是经济崩溃的这个责任 就完全推给了美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逃脱了这个为经济下滑负责任的 这一个重要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危机 那么第二步他会攻台进攻台湾 攻台用两种攻法 如果是台湾的下一届总统 是一个投共的中共扶植起来的台湾的政客的话 那么攻台就有可能是解放军 直接长驱直入进攻台湾的本岛 只要那个台湾的未来的三军统帅呀 他有十分钟不履行责任 或者是说他把台湾的防空系统 完全暴露给中共的这个火箭部队 中共的空军 那么台湾呢 就成为了一个实际上的不设防的一个岛屿 那台湾这手不成的航空母舰就暴露在中共 立即的这个弹药的打击之下 所以说台湾是相当相当的危险 如果是选错了这个总统 那非常非常的危险 如果是台湾的总统继续是民进党的蔡英文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绿营的人 那么中共就没有可能直接进攻台湾的本土 因为台湾本土防御的力量太强了 和美国的军事联系太强了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在进攻台湾本土的这场战役当中 打赢与其打不赢呢 他们就不如不打 但是呢 他们还会攻台 攻哪一部分呢 攻金盟和马祖造成一种两岸进入战争状态的 这样的一种局面 进入战争状态局面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宣布实行军管 等一会我们下一步再说 在攻台的同时 他们还会派解放军派武警部队大规模的进驻香港 全面的接管香港 按照香港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下去 对中共肯定是不利的 中共也是绝对不能够继续忍受的 他们不能够忍受香港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堡垒 更不能够更害怕香港成为一个未来的动员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反共基地 所以说他一定要平息香港 那现在时机不成熟 等到他先安内了 然后呢又开始攘外了 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派军进驻香港了 那个时候跟美国贸易联系切断了之后 他的这个经济已经难以为继了 那个时候他就不管香港的经济地位了 既然已经不管香港的经济地位了 那么他就要对香港彻底的实行军事管制 所以说第三步第三步就是实行军管 那这个军管不仅仅是对香港 实际上是对整个国家 对他们所能够控制的所有的地区 所有的人民要来实行军管 那什么是军管呢 我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军管呢就是通过军事力量 来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 那这个控制是分层级的 那首先呢是这个最高独裁者和他的统治班子 统治集团呢完全控制军队 控制了军队之后 就通过军队来控制党政系统 控制了党政系统 就用党政系统来控制各个阶层 各个地区的民众 这就是军管 那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在经济方面 他要对于民众实行完全的经济上的控制 按照现在的这种混合所有制 那还有很多老百姓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有自己私有企业 那他是不能够完全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的 还有一部分的市场经济的成分 在这种时候 他是不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 所以他一定要实行了经济制度上的倒退 向文革方向向朝鲜方向的倒退 所以大家现在看见了公私合营 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过去这几年一直在持续的国进民退 这就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那今后还会继续加速 而且还会发展到 要没收所有的这些私营企业的 企业主的没收他们的财产 要没收所有的这些权贵资本 要没收所有的这些普通公民的中产阶级的多余的生活资料 然后让大家完全依赖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这个政权 那么他就能够控制你 那现在已经95%的乡镇已经建立起了 重新恢复了共销合作社这个系统 这是文革时代的产物 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现在怎么又重新浮现了呢? 这就是要重新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先造 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征兆 很快就到来了 那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 过去这两年中共一直是顶着贸易战的压力 一直顶着经济下滑的压力 还在从世界各地大肆的进口石油、原材料、矿产 这些战略储备物资 为什么呢? 他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发展 真正的需要这些进口这么大量的物资 而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在进行未来的这个军事管制的一个战略储备 在为今后与世界经济切断了之后 他们还能够持续的运作 在做准备 现在准备已经差不多了 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一旦将来他们和西方 自由世界的和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体的 这个联系切断了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大后方 现在至少是今后几年之内 他们觉得还能指望得上的 就是俄罗斯和中亚的那些国家 俄罗斯一旦中共和美国切断了联系之后 俄罗斯是会向中共提供更多的物资上的资源 矿产上面的资源 石油上面的资源 天然气方面的资源 所以说俄罗斯也是中共的整个他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他要和美国切断联系 然后和俄罗斯加强联系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过去这几年 无论俄罗斯怎么样羞辱习近平 无论俄罗斯怎么样表现出 对于中共的这种轻蔑和不屑 中共始终是对俄罗斯笑脸相迎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俄罗斯不好的话 这就是因为他们把俄罗斯当成了他们的一个战略伙伴 当成了一个未来跟美国对抗的一个战略后方 这也是他们在做准备的一部分 一旦习近平执政集团走完了这三步 这安内、攘外、军管这三步之后 中国就重新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可能是相当漫长的 可能20年甚至是30年 甚至是更长的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对中国14亿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对香港人民也是巨大的灾难 香港人民会失去所有的现在享有的那些自由权利 那不仅仅是送中这么简单 那个时候中共的警察直接进驻香港 中共的军队就站在香港的大街上巡逻 那就是香港未来的状态 台湾有可能被中共占领 也有可能能抵御住中共的进攻 但是台湾始终是在中共的核武器 在中共的飞弹的威胁之下 台湾永远失去安全感 所以这对两岸三地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同时对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不是走向专制集权的深渊 就是走向自由民主的光明的未来 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那现在我们面对着习近平统治集团的 这么邪恶的一个未来总体规划 我们应当怎么办 应当怎么样抵御他们的这些邪恶的步骤 有办法的实际上中国体制内体制外的所有的力量都有办法 大陆的力量台湾的力量香港的力量都有办法 这么多的力量结合起来 还有全世界这么多自由民主国家的支持 我们一定有办法的 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处境 要意识到中共他们的图谋 然后我们要采取行动 现在台湾的领导人台湾的政界 台湾的普通的民众对两岸关系都是非常的谨慎 大家有一种误解 认为只要我们不惹中共不去记录他 他就不会过来打我们 中共难道是这样的统治集团吗 他们是难道是防御性的吗 不是 从历史上大家都看得出来 中共是一个有进攻性的有侵略性的一个统治集团 习近平已经三方五次的说过了 统一台湾是有时间表的 不能够无限的拖下去 现在这个时间表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无论台湾的领导人台湾的政界 台湾的民众是否记录中共 他们都会向台湾发起进攻 他们一旦准备好了 一旦安累了他们就必须会攘外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放弃这个幻想 放弃了幻想之后就要采取行动 怎么样采取行动呢 中共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在他的国内 就是在他老百姓对于这个政权极度的不满 就是在政权内部四分五裂 政权内部的很多的派系 包括军方里面的很多人都对习近平统治集团不满 台湾完全有能力来触动大陆内部的政变兵变和民变 即使是政府政党不好出面 台湾有这么雄厚的民间力量 有这么多的公民社会 但是有这么多的海外的侨团通过这些力量 通过互联网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经关系 来触动大陆推动大陆的变革一定会成功 香港人和台湾人也同样有这样的一种对中共的误解 认为只要我们紧水不放河水 那么中共就不会派兵打过来 还认为中共会碍于香港的现在的这个国际地位 会对香港手下留情不会的 现在暂时还会 但是呢一旦中共切断了和美国的联系 一旦中共经济崩溃 那个时候他们都会对香港进行铁碗统治 进行无情的践踏 香港民众和台湾人一样也有一种心态 就是希望和中国大陆摆脱联系 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不管大家愿意怎么样 现在事实是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已经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部分 不推翻中共不结束中共的专制 香港的民主就遥遥无期 香港人的自由就时时刻刻受到的威胁 过去22年的这个历史 难道还让大家看不清楚未来的方向吗 所以说香港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和大陆老百姓一起和大陆的各种反习的力量一起 大家一起结合起来 推动大陆的民变政变和兵变 推动大陆的颜色革命 把香港现在进行的革命 把它散步到火种散步到大陆去 香港才能够自由 大陆自由了香港才能够自由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现在是应当开始行动起来了 那大陆内部的自由派民主派 大家也必须得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 现在历史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如果是我们不采取行动 这个历史的车轮会把我们无情的碾压 现在习近平政权要加强对全社会的控制 最最重点控制的那一部分人 除了新疆的西藏的这些少数民族 还有法轮功基督教这些宗教团体之外 最重点打击的一部分人 就是自由民主派的这些人士 打击了这一部分人 他们才能够高枕无忧 所以大家的命运 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那现在我们又不能够直接的 向全社会提出我们的政治诉求 提出来没有用 提出来在现阶段得不到大众的支持 因为大众现在还处于恐惧之中 但是现在各地都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维权团体 他们因为利益受到了侵犯 而对政权不满 对于现状不满 他们愿意走上街头来进行抗争 而这部分人的人数极多 规模极其庞大 只要把这些人联系起来了 最后我们这个民运阵营的 我们这个自由民主派的 在全国是有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的 大家把这些力量通过这个网络串联起来 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和香港同步的发生共振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党内的那些反习派 党内的那些各种不同的派系 你只要不是习近平的亲信集团里面的一份子 那么你们就是打击的对象 很快砸到就要落到你们的头上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习近平要想建立他的习世王朝 习近平要想维持他的政权 他就必须得一统天下 他就必须得清除一己 所有的人不是他的亲信 不是他的奴才 就是他的敌人 你们现在已经是刀架在脖子上了 很快你们就会失去你们的权位 失去你们的财富 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必须得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和香港人站到一起 和台湾人站到一起 大家共同的和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站到一起 大家共同的来结束这个黑暗的时代 我们才有未来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只是讲了一个习近平政权的总体规划 和我们反抗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 今后还会讨论一些相关的细节的问题 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我们继续探导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 现在是海外民运的一个团队之一 现在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就是致力于推动在中国的颜色革命 推动民众大规模的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我们希望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大路 今后很快也会继续发生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政治目标 这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责任 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承担 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